只要有孙悟空的地方 孙悟空的战力不是第一就是第二 而在《西行记》中却不是 动漫《西行记》中 孙悟空依然是生性鲁莽 做事不计后果 但又敢做敢当 所以才敢三闹天宫 这便是孙悟空的魅力 动漫中孙悟空两死三生 孙悟空同样是花果山的石头蹦出来的 最大的本领是三千分身 起初在花果山称王称霸 后遇到来花果山旅游的肃星 两人成为好友 肃星是地试天的女儿 后被传回天宫 但是此时的地试天已经被暗魂侵蚀 害死了肃星 孙悟空为了寻找肃星大闹天宫 被观音大神镇压 后经观音的点化 陪唐三藏师徒去取经 取经回来迄今提醒孙悟空 不能将自己交给地试天 孙悟空在闹天宫 三眼神将不是对手 杀星观音低迫唐僧念景孤咒 三眼才有机会杀了孙悟空 失去了头颅的孙悟空的妖魂 被天王的剑镇压在南海底 送还其境的路上 唐三藏师徒救出孙悟空的妖魂 孙悟空再次在花果山死而复生 孙悟空为了消灭暗魂在闹天宫 这一次却被苏醒的上古大神 原始天尊打死 孙悟空的灵魂到了阴间 九泉一笑用石头 帮助孙悟空重塑身体 但是也仅仅有一天的时间 这个状态下的孙悟空 能够跟原始天尊五五开 那孙悟空的实力究竟如何 普通状态下的孙悟空 也就是天神的水准 实力明显在三眼神将之上 和四大天王的战力差不多 甚至略强于四大天王 遇到如来和观音这样的护法 仍然不够看 但是大元魂状态下的孙悟空实力 就增强很多